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SkLearn呢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超参数搜索 同样的呢 我们在这个 TFKeras的regression里面呢 去做个cobby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重名为 HP SearchSkLearn 然后我们清除它的之前的输出 然后把HeaderBar关掉 然后把一些展示用的代码给删掉 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份纯净的 针对方向预测问题的一个 回复模型的实现 在这里呢 我们仍然要改的就是这个 纹的模型构建和训练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将使用这个SkLearn里面的 randomize的searchCV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超参数的随机化搜索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函数呢 因为它是SkLearn里面的一个 函数 所以说呢我们要先把这个 我们的TFKeras的model呢 可以转化成一个SkLearn的一个形式的model 所以第一步呢就是 转化为SkLearn的model 然后转化为SkLearn的model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那个 参数集合 然后 使用这个randomize的searchCV呢 去搜索参数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实现这三个步骤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先完成它的第一步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TFKeras的model呢 可以转化为SkLearn支持的这种格式 那么这种转化该怎么做呢 这种转化呢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先定义好一个TFKeras的model 然后呢 调用一个函数 去把这个TFKeras的model呢 给封装成一个SkLearn的一个model 那么这个封装函数是什么呢 我们在API里面可以查到 然后它的API文档里面的 这个TFKeras下面呢 有一个repress 这个repress里面呢 它有SkLearn 然后这里呢 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那个KerasClarityFair 还有一个是KerasRegressor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Regressor的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把我们定义好的一个 Keras的model呢 给彰化成SkLearn的支持的一个model 在这里呢 它就是把我们这个Keras的model呢 给彰化成那个SkLearn的一个API 然后同样呢 如果你训练的是分裂模型的话 你就用这个KerasClarityFair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repress函数呢 它其实的参数是一个BLFN 这里的BLFN呢 也就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呢 返回的是一个搭建好的一个TFKeras的model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定义一个这样的BLFN 然后呢 我们再对这个FN呢 掉这个Regressor的repper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SkKit的一个model形式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BLFN的model 然后呢 它有这么几个参数 首先是一个HiddenLairs 它指的是中间层的这个层数 在这里呢 我们设成1 然后就是LairsS 然后呢 它的默认呢 就是30 那么在Penton里面呢 如果参数的后面要抖1号 这代表着说 这个参数在没有传进来参数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默认值 如果你在传进来其他的值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默认值呢 给四改掉 然后同理呢 我们还要关心一个run rate 这是我们的一个 标的model的一个函数 在这里呢 我们就像caroussor里面一样 去定义model 在这里呢 我们依然是使用Sequential 停下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群体层 然后它的那个Size呢 就等于这个LairsS 然后它的activation呢 就等于1u 同理呢 它还有一个inputshape 在这里呢 就等于X出 这样是这一图 这样呢 我们就添加了一个圈连接层 然后呢 我们会有黑能力的圈连接层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再添加那个 黑能力的S 选一个圈连接层 我们添加完成圈连接层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添加一个输入层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里定义我们的optimizer 因为我们的running rate呢 是可变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optimizer呢 也应该是那个自定义的 然后呢 我们调modelcompile 在这里呢 这个mse呢 和这个min square的error呢 其实是一个东西 它里面有个简称 然后return model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第一个add呢 跟这个负金花里面的add 分开呢 是因为第一个隐含层呢 它需要设置一个 输入的这个sheep 然后呢 其他隐含层呢 就不需要 因为其他隐含层呢 都是上面的这个隐含层的输出 所以说呢 它可以自动推导出来 只有第一个呢 是不知道它的输入的这个sheep 是多大的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bill的model呢 就选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转成那个 atp-run的一个model 我们调用刚才我们在app那里面查到的那个函数 这样呢 我们这个sq-learn的model呢 也定义好了 然后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独立的sq-learn的model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一栏可以给它调那个feed函数 因为在sq-learn里面呢 它也就是这个feed函数 所以呢 我们把x-train-sql传进来 y-train-sql传进来 epox传进来 然后validation data也传进来 然后把cobac也传进来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callback的定义呢 给放到上面去 这样呢 我们就不用再重新定义它了 同理呢 我们需要在feed函数里面呢 把这个反汇值呢 给丢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代码给删掉了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下 那么经过29次迭代呢 我们这个训练呢 就完成了 因为它的损失值的变化已经比较小了 所以就被s-open呢 所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在画下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训练了20多次之后呢 它能够达到的值是0.4多 然后在这里呢 这个sk-run的这个model呢 是没有evaluate这个函数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张代码给删掉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第一步 把这个 对象说卡尔斯的model呢 给展化为sk-run的model呢 这一步呢 就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做到下面的部分 就是定义参数集合 以及去使用我们的 这个randomize searchCV呢 去搜索参数 去水氏兜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